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 大家下午好 欢迎来到新闻今日谈 我是子飞 大家好 我是Sara 今天还是由我和Sara来一起为您主持今天这个节目 原本的郑敬伟老师和Summer会因为在休假 他们分别在不同的时间会回到我们的节目中 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 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先跟大家说一下在刚刚发生的一条算是突发新闻 我们期待已久的这个新西兰储备银行 它会怎么样调整它的官方现金率也就是OCR 那就在节目刚刚开始大概两点钟的时候最新的消息 这次的OCR的调整还是会维持不变 维持在1% 那其实在这次官宣之前呢 对于OCR是下调还是维持不变 有很多的分歧也有很多的预测 不管怎么说从1999年3月 新西兰开始引入这个官方现金率之后 可以说现在的OCR是有史以来最低的水平 最最开始在1999年的时候 它还有这个4.5% 所以具体的一些分析和这个维持不变意味着什么 我们会在三点之后的本地新闻再来详细给大家说一说 是的 那在前面一个时段我们会跟您分享大概下面这么几条新闻 首先我们分享第一个就是目前韩国成立了一个四月号惨案 特别调查团 本周已经成立了 那么有可能会在11月15号对前总统朴槿惠和以及自由韩国党的代表 可能黄孝安在内的大概有122名吧 四月号惨案里边的这些个参与者会对他们提起诉讼 我们知道四月号惨案是发生在2014年 就是5年已经5年多了 那么在四月号惨案发生之后 在整个韩国掀起了轩然大波 国际上也是特别的关注 但是时至今日这个四月号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轻覆 里边有300多名的这种花季的学生 为什么会没有办法救出来 中背后到底有哪些个让人想起来觉得毛骨悚然的这些个疑云 我们今天给您讲一下 那今天我们一会儿还会讲到波音飞机又出事了 波音今年老出事 真的是可能是流年不利 原来说是它新的那个机型737 MAX 那个机型已经停飞了 然后现在呢结果现在普遍飞行这个737NG也出问题了 这个是挺吓人的 的确是 最后呢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们再给大家来说一说双十一购物 那双十一虽然刚刚过去 但这次购物好像暗示了一些贸易战的影响 还有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些小的压力 我们一会儿来详细跟大家说一说 好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四月号这个残案的这条新闻 好的 大家可能都已经还非常有印象 在2014年的四月份 韩国韩元高中 当时有很多高中生就搭乘学校安排的这个四月号邮轮前往介州岛 那这本来应该是一次很开心的学期旅行 但是没想到在4月16号上午 四月号发生了严重的倾斜 最终沉没 船上一共有476人 那304人遇难 经过了5年07个月 就像刚刚紫薇老师讲到的 四月号究竟为什么沉没 为什么在搜救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延误 到今天都还没有一个答案 当时的时任总统朴槿惠也是已经下台了 那在现在就在大概11号 11月11号当地时间 那韩国就成立了一个四月号惨案的特别调查团 想要重点去调查当时的一些真相 包括直升机移送的嫌疑 还有当时的摄像头伪造嫌疑等等等等 他们希望这次能够呢 就是不会在任何政治因素影响的这种情况下 去查明所有的疑问 去给这些四月号的家属 还有当时这些人啊 就是一个社会公众能够满意的这样一个交代 他们也计划可能会在15号 对包括秦总统朴槿惠和自由韩国党代表 黄教安在内的122名四月号惨案的参与者提起诉讼 对 那我们知道呢 这个四月号这艘邮轮呢 2014年6月沉了之后呢 后来是中国的上海大捞局给他捞上来的 那么捞上来之后呢 当然这个事件呢 本身现在完全没有疑点呢 可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疑点并没有解开 那么在去年4月份呢 韩国有一个导演叫金志勇 他拍了一部 他拍了一部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呢 这个关于这期海难最有说服力的这样一个纪录片 叫做那天在大海上 那么这部纪录片里呢 他找出了无数个疑点 而且呢背后呢 牵扯到了很多很多 我们完全意想不到的这种诡异的事情 那比如说在2014年4月16号 14号启航的啊 启航那天本身就很有问题 因为启航那天天气在季州港的天气呢 并不 人川港天气并不适合出航 因为那天有大雾 基本上那天仁川港其他的船全部都没有起航 只有四月号出了航 对 这是其中一个一点 为什么在那一天 不适合出航的那天出了航 就说那天那个孩子们还觉得很开心 对 本来以为旅行要取消 没错 没错啊 因为我们知道孩子们呢 本身呢 你说要是出去旅行的话 孩子都会很开心 那么那天呢就出了航 结果呢 而且还有一个很诡异的事情是 在那一天 四月号上的船长 原来的船长突然离奇休假 然后呢临时换了一位船长 船员呢也都是有很多的更换 而且据船呢 这个船长和船员是韩国的当地一个邪教 叫做救援教的教徒 然后呢 大家可以想象 不应该出航的这个天气里边 然后呢突然临时换掉的船长和船员 而且有这样的背景 是不是有一股 浓浓的邪教风 或者阴谋论是不是 对对 就是说这个阴谋论呢 因为现在在韩国呢 的确是非常非常的 就大家都在谈论这件事情 否则你很难解释 因为在2014年4月16号 16号出事之后 韩国政府给出了一系列的数据 现在被证实全部都是假的 比如说那天4月号的出事的时间是假的 那天的航行的路线是假的 而且呢那天给出的这个 官方给出的这个出事的理由 也全部是假的 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航船上呢 有一个叫做AIS的系统 它其实就是记录 有点像我们车上的这个叫GPS导航系统 对 记录航线的那个轨迹 对 没错 记录航线的轨迹 根据当时呢这个出了事之后呢 这个AIS的记录系统呢 韩国政府说是没有了 为什么呢 他们给出的理由是说 当天突然很奇怪的 这个我们管制中心啊 这个航运管制中心的这个数据库呢 突然出了问题 所以那天那个数据没有了 可是在第二天呢 突然又拿出了这个AIS的航行路线啊 就既然没有存下来 你这个数据是从哪来的呢 而且给出的这个数据 和后来呢 根据海军雷达记录下来的数据 以及在这个纪录片里 就是这个金志勇这个导演呢 他找了 他把当时这个AIS的这个原始数据给找出来 我们知道这个 我们基本上 我们大家可能看到的这个数据呢 就是说他根据计算机呢 根据原始数据描绘出了一幅图 比如说是从这个船是怎么走的 在什么地方转弯 我们已经有这个很直观的图 但是原始数据呢 它其实就是一连串的字母和数字 那么它里面有两个数字 一 数字一呢 是代表这个船呢 是在平稳的执行 数字三呢 是代表船会突然有转弯 那么在政府给出的数据里面呢 这个数字呢 都是一啊 这个船是很平稳的走 但是在后来找出原始资料 一对比发现是怎么样呢 111333 111333 就是说明什么呢 这个船是像喝醉了酒一样 在绕 像蛇形 对 这个就很奇怪了 而且呢 后来根据还原的原始的数据资料显示 这个船啊 并没有像政府说的那个 他们是这个离这个当时的平峰岛 当时出世的船 旁边有一个小岛叫平峰岛 并没有说离这个平峰岛有那么远的距离 而是真正的 它是在贴着平峰岛在走 那贴着平峰岛在走 会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平峰岛周围啊 在海下呢 有很多的暗礁 你想到了什么 就很有可能触礁 对 一般来说我们都想到了很有可能触礁 但是呢 我们就是后来这个调查人员去查过 当时这个船身呢 吃水就是在水下的部分和暗礁呢 还有一定的距离 所以那时候有人说 是不是因为在暗礁里面撞到了暗礁 导致船身不停地在左右摇摆呢 其实并不是 那么这样的话呢 因为如果你是出大眼交易还有可能是说船这个船型呢 操作不当导致呢 就是说发生了意外 但是呢 当时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它在到了这个平峰岛附近的时候 这个船突然来了一个紧急的左转 那么这个紧急的左转到底是为什么 我们现在都不知道 但是呢 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当时的韩国政府给出的说法是说 因为这样的一个左转导致 因为它这个船呢 本身除了带了这些孩子之外 还带了很 超载了很多的货物 而且没有捆好 上面还有很多汽车 对 就是说它这个一急转弯的时候呢 这个货物就被甩 甩到船的一侧 导致这个船身呢 向左倾斜 他们是这样的一个说法 就是重心不稳 对 就是有点像 一甩的话 因为离心力 但是呢 根据物理常识 比如说我们一个直线行驶的这样 你不管是汽车也好 船也好 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 如果你突然蒙左打方向盘的话呢 船身会怎么样 或者车身会怎么样 会往右倾斜 对不对 这样执行有个惯性嘛 你突然左转 船身会往右倾 就我们看电影 经常这个玩飘移啊什么 其实就利用这样 但是那天呢 世约号不是 它是在急转之后 船还是在往左导 这就非常不符合这个物理常识了 说明什么呢 后来有很多科学家 然后呢 就是他们进行了一些个模拟的研究 他们发现 除非是在外力碰撞 或者是拉拽的情况下 才会出现这种违背物理常识的这样的情况 就说要不然呢 就是这个船 船后边会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 或者呢 船左边 船头的左边呢 被什么东西猛力一拽 它就会向左轻翻 因为照韩国政府给出的说法 如果真是因为船身不平衡导致倾斜的话呢 大概最少要有40秒的时间 基本上可能大概15到40秒的时间 看船 看船身上的这个重量 然后呢 船才会从当时的15度猛的变到了45度 但是4月号真正的这个15到45度之间的倾斜 只用了一秒 一秒的时间 所以是非常可怕 非常奇怪的一个现象 然后后来船身被打捞出来 大家就看 是不是真的撞了 发现船体上并没有跟礁石碰撞过的痕迹 是什么鬼怪的力量吗 还是怪兽的力量 把这个船突然拉下来呢 感觉就好像是人为 或者是有一定的操作 好像就让这个船在当时 其实相当于是挺平静的这个海湾啊 突然一下轻覆了 那其实如果说这个船真的轻覆了 那在当时的这种情况下 救援并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也不是一件难度很大的事 那就算这个船 因为种种原因真的轻覆了 是不是真的就会造成 300多人死亡的这种事件 这些人是不是真的就一定得去死呢 其实在当时也有很多奇怪的事啊 那比如说呢 在当时有船员通过广播命令 全体乘客留在原地待命 有一些孩子们高中生嘛 就看到啊船要翻了 感觉很害怕 冲到甲板上去看 那当时就有广播有船员说 请大家回到船舱 船舱才是安全的 所以作为设施卫生的孩子 他肯定会很相信这种说法 就都回到了船舱 没想到就是回到船舱之后 这个整个船侵附出来 他们再想出来就已经来不及了 另外呢 其实当时还有海警 海洋警察厅的巡逻艇抵达现场啊 那既然海警已经来了 对吧 肯定大家都会觉得 应该要把孩子们救出来 或把里面的人救出来 但没想到呢 他们只救走了船长 还有部分船员 那虽然通过窗子 就能看到被困的乘客 但根本就没有立即的去实施救援 还在周边的徘徊 去等待上级的指示 那也就算了 如果说你只是在周边徘徊 那可能也还行 其实当地有很多民间力量 因为大家可以想象 如果孩子们在这艘船上 那家长会是多焦急的心情 对 没错 其实当时家长们也有组织 自己捐钱 组织民间力量去救 如果民间力量去接近这艘船 还会被海警拦下来 对 他们阻挠民间的救援组织钱 过去救助 这就让人觉得真的是 有一种很让人想不通的那种感觉 对 到底为什么会有如此 就是说违反 违背常理这样的情况出现 而且很奇怪的是 在10月号出事之后 整整七个小时 当时的韩国的总统朴槿惠是失踪了 你去哪的时候不知道 甚至有人说 当时他去做了什么微整形手术 反正就说 还是做头发的 对 做头发的 就七个小时这么大的事情 然后韩国总统居然不在 然后等他再次出现的时候 他其实当时据说当时还是有孩子 船里面还是有孩子活着 但是当时朴槿惠没有立即组织各方力量去紧急救援孩子 他是马上开始跟家长讨论处理后事的事情 这个也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就整个这个事情特别拧巴 从开始一直从开始传身发生这个 发生这样的轻负到总统政府的这些处理 就完全你感觉真的后边是有一股什么很可怕的力量 在推动着这个事情 那么到底是什么事情呢 韩国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因为在2014年就是4月16号就这一周啊 是一个什么样的重要的 不能说重要的日子 但是呢是韩国可以说政坛一位比较重要的一位人物 他叫崔泰明 他是什么人 他在韩国政坛呢倒是没有担任官职 但是他跟韩国前总统朴槿惠的关系极其的密切 而且他本人是韩国后来被定为邪教的 叫做永世教的创始人 他是怎么会跟朴槿惠拉上关系的 我们知道大概七几年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有人去 就是朴槿惠的爸爸就是韩国前总统朴正希 朴正希嘛 朴正希呢有人去刺杀朴正希 当时朴正希跟他的夫人呢 这个是在一起的 结果呢 结果刺杀的那个这个枪手打歪了 没打到朴正希打到了他的夫人 结果呢就是相当于是朴槿惠的妈妈就被遇刺身亡 遇刺身亡之后呢 朴槿惠就很痛苦 而这个时候呢有人给他写了一封信 他说呢你的妈妈在梦中和我沟通了 我呢能把他 我能把他带给你的一些信息呢 传达给你 于是呢朴槿惠就跟他见了面 这个人就是崔泰明 而且呢据说当时他 整个人感觉像是朴槿惠的妈妈上身一样 就是这个事很很诡异 然后呢这个 他能把朴槿惠妈妈的声音 一态完全都给再现出来 所以朴槿惠对他是深信不疑 那么在那一段时间你说他是通过这种神秘力量也好 或者怎么样呢 总之是他完全取得了朴槿惠的这样的一个信任 那么崔泰明甚至说过 他说在精神世界里 我和朴槿惠是夫妻 我们不是肉体上的夫妻 我们是精神上的夫妻 那么说到这个崔泰明 崔泰明大家想想 同样性崔和崔顺时有什么关系呢 崔泰明是崔顺时的爸爸 就是后来甘政门里面那位 那位闺蜜门里面的那位闺蜜崔顺时 崔顺时是崔泰明的第五个女儿 据说在崔泰明去世之前呢 说他把跟朴槿惠说 我的灵力呢 完全转移到了我的女儿崔顺时身上 所以为什么朴槿惠对崔顺时 是如此言听计从 据说他们后来有媒体呢 挖出来就说他们在 就记录了很多韩国这个朴槿惠 他们在开会的时候 甚至是像国家预算这种事情上 崔顺时都会在现场 他甚至会骂那些个预算官员 说你们办事不利过重新办 就感觉整个就是 朴槿惠在旁边是不说话的 然后崔顺时呢 简直他就是 所以为什么有人说 崔顺时是韩国的太上皇 会有这样的一种说法 真的是就像垂帘听证一样 感觉帘子都不用垂了 直接就在旁边直接干证了 这就是也的确是后来导致 朴槿惠下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没错 所以有这样的 为什么会韩国出现这种 所谓叫做阴谋论或者叫做邪教论呢 就是说他在崔太敏 应该是20周年即日 正好是那个星期 所以他用300多条鲜活的生命 进行血迹来妄图复活 因为据崔太敏创的勇士教 他有一种说法 他说人死了之后 如果能够复活 如果能够被这样通过某种特殊的仪式复活之后呢 能够获得真正的永生 那么是不是会有这样 因为背后有这样的原因呢 否则的话为什么会发生一连串 如此诡异不合常理的事情呢 我们如果只是单纯的批评 OK这个韩国政府无能啊 然后呢独职啊 但是你不能解释 因为这个事情的话 太多不可以解释的常理 就是你仅仅推在独职上 我觉得完全不够 就如果说大家真的是 大家都非常想把孩子们救出来 然后在这一路上 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那你可能说他办事不力 或者是独职 但是他们给人的感觉 就好像从来没有想过 要把这些人救出来 尤其是呢 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不到一个月 朴槿惠在一次公开的谈话 就说这次高贵的牺牲 不会白费 这件事可以成为 大韩民国重生的契机 又是牺牲又是高贵 又是重生 感觉好像他就是话里 隐藏着一些 有一种这种邪教的意味 对 而且呢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呢 当时韩国大概有几 八九千名这个韩国艺人啊 就是纷纷他们就举牌 就是说要求呢 政府调查这个事件真相 后来这九千多名艺人 全部被朴槿惠下令给封杀了 那么朴槿惠到底是在掩盖什么 你到底是在害怕什么 这个可能真的是只有 希望能够通过这 通过层层的调查呢 把这个 这种不管是诡异也好 可怕也好 黑暗也好 这种层层的迷雾给他拨开 我们才能还那些三百多名 这种如花少年的一个公道啊 毕竟因为作为 现在作为父母的话呢 其实虽然过去已经五年了 但是在他们心中伤痛的 可以说是一生的 的确是 刚刚紫薇老师提到的 纪录片里也采访了一些 这个遗属啊 那其中一名遗属就讲到说 这件事情究竟要调查到 什么情况才行呢 他说很简单 就是调查到我们这些遗属 或者社会公众都觉得 原来事情是这样 就是要有一个 我们自己心里过得去的 这样的一个结论 他可能才觉得到这一天 这个孩子们的冤魂 才能真的得到安息 对 因为我们后来看过 这个世界上 就是这个事件之后呢 有一些个孩子们 当时就是已经遇难了 孩子们发回来的视频 真的看了以后 会让人感觉像流眼泪一样 因为那些孩子们 当时还是很 他们完全不知道 会发生什么事情 当时还在互相跟父母 发视频啊 发照片啊 发一些个文字啊 什么的 就是我们在船上 怎么怎么样 没想到短短的 大概几分钟 十几分钟之后呢 他们的生命就没有了 而且真的就是他们在船上 父母在岸上 就是隔着没有多远的距离 这样看着 那种痛苦真的是 眼睁睁的束手无策 的确是 是 我们来看一下YouTube 我们的直播频道上 张晨说呢 十月号事件可以拍成 一部惊悚片了 里边有太多匪夷所思的事情 后来官方的一些言论 很难让人信服啊 还有呢 这个还有一位朋友啊 叫姓戴吧 他说活人祭祀而已 朴景慧老爸也搞过一次 然后还有人说 大帝说总统邪教什么房中书 朴景慧家那点事 够拍十部B级片了啊 所以呢 韩国我们经常说 韩剧呢很吸引人 然后里面那个情节跌宕起伏 其实真正的韩国 韩国政治生态 和这种政治生态呢 我觉得如果拍成片子的话呢 可能比纸牌屋还要匪夷所思 比这个真正的这个惊悚片 还要让人觉得恐怖啊 真的是最高明的编剧 也显不出来的戏码 好咱们先休息一下 等节目第二段 我们来跟你聊聊 播音又出了什么质量上的 这种大问题啊 好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 大家下午好 欢迎继续回到新闻 今日谈我是子飞 欢迎大家我是Sara 我们两个都是在代班过程中 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和体谅 和鼓励 是的 我们来看看第二条新闻 是关于波音飞机的这样的一条新闻 波音飞机又发生什么事了呢 也是最近在韩国里边给爆出来的 因为韩国对它国内运行的150架波音737NG飞机中的100架进行检查 结果发现13架飞机的机体出现了裂痕 的确是韩国的国土交通部表示 他们对国内运行的150架波音737NG型的飞机当中 飞行周期不足2万次的100架进行了检查 飞行周期不足2万次 那我觉得海翼上应该是这些飞机相对来讲还算是比较新的 对比较新的飞机 但是就发现有13架飞机的机体出现裂痕 那包括大航航空 真航空 冀州航空等等都有涉及 这些飞机现在都只能做停飞处理了 那在此前美国的联邦航空管理局就发现了这个波音737NG型飞机 有出现裂痕的情况 那就要求各国对这个机型进行紧急检查 在韩国发现问题之后 波音公司还派遣紧急维修团队去更换这个出现裂痕的零部件 据说国土交通部也对其他的飞机也进行了检查 那目前全球有超过50架波音737NG飞机 由于这种结构性裂缝而停飞 这一情况也反常的出现在了 我们刚刚说的这些年轻的飞机上 比如说澳洲航空 这个就离我们相对比较近了 那发现的三架问题飞机的运行周期都还没有达到三万次 在这个波音737 MAX这件就发生了数起大型空难之后 波音还没有回过神来 那又出现了这种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的裂缝问题 的确也是让波音公司经历了一阵寒冬 没错 现在我们在电视屏幕上看到的这两个红色标材 就是这次新发现的这个叫波刹问题 波刹就是在这个其实简单的来说就是机身和机翼之间连接的部分出现了裂缝 那么这个裂缝据说是在去年 因为飞机尤其是飞到了一定这个时数以上 它已经不适合作为客机了 那么这个时候就要对飞机进行改装把它改成货机 那么这个货机都是在上海的一家在上海做的 那么在改装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突然发现这个机翼跟机身之间怎么出现了裂痕 然后就开始查发现不只是这一架 这不是偶然的现象 那我们先说这个现在已经被全部禁飞的737 MAX 我们之前曾经简单说过 就是说这个它为什么会有这么严重的空难出现 而且之前这个失航一次 哀航一次 两次的飞机失事的过程都特别的像 就是说这个飞机在起飞的过程中 然后会突然飞机头朝上 然后突然向下 然后又朝上又向下 最后飞机以一种无法控制的速度 俯冲向地面或者是冲到海里 最后导致整个全体机组人员和乘客全部都丧生 那这个飞机 其实就是当时波音为了跟空客竞争 是它最大的对手 它就在这个飞机 它给它在737 NG这系列的飞机上 做了一个改动 其实简单的来说 当然改动很多 但最主要的 当时把这个737 NG原来的这个飞机 换了一个大的发动机 换大的发动机有什么好处呢 飞机飞起来会更加的平稳 更加的省油 那么对于乘客的舒适度 这个对于降低成本都是有好处的 但是加了一个大马力的发动机之后 会随之带来一个问题 我们知道飞机一般起飞 我们都是这样平缓的上升 然后加了大马力的 换了发动机之后 飞机会有一这样的一个向上的仰角 那根据这个空气动力学 仰角太高的时候 如果是直直朝上的话 自然就失速就掉下来了 所以为了防止这样的一个仰角过大 或者是飞行员在飞行中误操作 导致这个仰角过大 因为只有有一定的仰角空气 从这个飞机机翼下面通过的时候 产生这个拖力把飞机拖起来 但是仰角过大 随着仰角变大 这个拖力就会越小 一变成垂直的话就没有了 就掉下来了 所以当时波音为了克服这样的问题 它就在这个波音737 MAX飞机上加了一套系统 加了一套系统叫做MCAS 这个系统的功能就是说 它会它有三个传感器 它根据传感器的判断 你这飞机仰角过大了 再这样下去就可能出危险了 它就强行的把这个飞机的机头压低 让它保持这样平稳 那么就是因为这套系统 这套系统本来设计的 就是为了保护飞机安全的 但是号称说 这是一套非常安全的高级别的系统 飞机保护神 结果反而成了死神 就是它在不停的往下压飞机的机头 导致飞机冲下去 因为可能如果传感器出了问题的话 它会给这套系统一个错误的数据 所以这飞机就往下压 而且这套系统很奇怪的是 如果是飞行员发现不对的话 这个系统判断出了问题 我把它切换回手动 由人工手动来驾驶 它在过五秒之后 这个系统会自动切断 这个手动的驾驶 它会接管这个驾驶权 然后继续把飞机头往下压 当然你还是有办法彻底切断 但是在飞机 在737 MAX出来之前 这一个就是如何能够强行切断 这套系统的操作手册 其实在很多的航空公司的飞行员里面 他们并没有学过 没有教过 这就是导致在飞行过程中 他以为我已经把飞机头拉起来 没问题但其实过了五秒 这个系统自动把飞机头拉起来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的确就是电光火石之间 如果你完全没有了解过 这个系统要怎么去操控 怎么去取消 可能就很难真的去把飞机弄回来 也会导致这么多悲剧的产生 没错 那其实这一次的这个波刹 就是刚刚我们看到那个图片 据说呢 这个地方本来呢 是应该在飞机超过9万次的起降的 这个使用寿命中 应该都是OK的 就是它是不会产生裂纹的 据一个退休的波音工程师表示 他就举了个例子 给我们这些就是物理不太好的人 打个比方 就比如说你看到了你使用一个咖啡杯 那你正常在这个咖啡杯的使用寿命内 可能很多很多年吧 你不会看到它把手出现裂纹 但是如果出现了裂纹 你可能还是可以继续使用 但是它就存在这个手柄断裂 或者是咖啡撒到腿上的这样的风险 那对于这个波刹 现在存在的这个裂缝也是同样的问题 对 这个工程师给出的这个比喻还挺形象的 就是这个可能我们经常 比如真就是拿个杯子做比喻 杯子可能每个杯子里面多少都会有一些裂痕 但是你平时用的话 没有什么太意外的情况 你可能不会觉得你根本感觉不出来 也许有一天突然比如说因为冷热不均 或者是因为震动什么 那可能突然就断掉了 突然这个杯子就掉下来了 那么在飞机上可能就飞机机翼出了问题 如果说737 MAX大概现在在全世界可能大概有300多架 将近400架飞机 已经就是说卖到了各个各大航空公司 虽然说现在基本上都已经停了 但是如果你说到737NG这款机型那就麻烦大了 因为现在在全世界有6000多将近7000架这样的飞机 它是一个主力机型 在各大航空公司飞行 所以如果一旦737NG出现问题的话 那就太可怕了 现在好像波音也出了一些应对的措施是吧 对 我觉得如果我们说737NG 我就觉得这个名字起的实在是NG 可能这样说大家可能没什么概念 但如果你去看它里面的这个机型 包括737600 737700 737800还有737900 如果你去在这个客机订票的时候去查一下 可能经常能看到这些机型 这个机型是从1996年就开始生产了 97年首飞 所以应该说比737 MAX用的时间更长 而且范围也更广 我们现在在很多的这些 包括我们刚刚讲到的澳航 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 比如说美国的一些新纳航空公司等等 都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裂缝的问题 那波音公司也是的确在这个问题上 想要做一些怎么说呢 做一些弥补措施吧 对 肯定是要弥补 否则的话对它的打击可能是致命的 因为如果我们细算一下 这个大大小小严重都不严重都算起来 波音已经有三款机型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从最早的说到工程师爆料的 这个叫787梦幻客机 这个最新型的客机 那个倒不是说结构上有什么问题 它是它的供养系统出了问题 它有四分之一 根据工程师爆料 他们检测的氧气瓶里边 有四分之一的氧气瓶 是在减压状态下没有办法工作的 因为好像去年美国新南航空曾经出过这么一个事 就是它的这一架飞机被机身 被一个引擎的碎片给打中了 那引擎出了故障 打到机身上 当时把一个玻璃 就是一个机身上的玻璃出 打坏了 然后坐在玻璃旁边的一个乘客 还受了重伤 后来好像听说是趋势了 就是没有抢救过来死掉了 当时在机舱里边很多人就叫把这个 因为机舱里面减压 马上那个氧气瓶掉下 大家要用 就是那个氧气罩 如果一旦比如在沟空飞行出现这种问题 你的氧气罩不能够正常呼吸的话 即使这个飞机能够不发生坠毁 能够平稳的这个安全迫降 那在缺氧的过程中也是会让人丧命的 所以这个问题也是挺厉害的 那么这是73787梦幻科技 然后就是737 MAX 它的这个这更致命 已经连着出两次事了 结果现在又出现到了737NG系列 现在好像国航 像中国国航已经停了 澳航也停了 反正基本上比较重 比较大的航空公司 全部都停飞了这款飞机 737 MAX 的确像在就是在上个月 10月11号 波音董事会也宣布解除了 这个丹尼斯米伦伯格的董事长职务 但是他还是会担任公司的CEO 也还是董事会的议员 其实当时波音也解释说 希望米伦伯格能够更加专注于 这个737 MAX的工程质量和工业生产工作 言下之意就是派他去解决 737 MAX留下的这些烂摊子 那他当时也表示说 自己是有责任的 还接受了2019年2020年的大幅度降薪 但是这次一来呢 就会有更多的民众 包括航空公司政府组织的更多质疑 那波音公司能不能够 作为飞机制造业的巨头之一吧 能不能尽快的去解决问题 彻查自身 然后走出这个寒冬 我们也只能拭目以待 对 我们YouTube上有朋友说 这套系统整个是化蛇添足 其实它当初设计是为了保障飞行安全的 但是可能这个设计中间有bug 或者是在对于飞行员新系统出来之后 对于飞行员的培训上的力度不够 导致出现了这样的航空惨剧 好 这一套新闻就跟大家先聊 让我们休息一下 然后我们来看一看 通过双11的这个又破纪录的这样的一个销售的天文数字 我们能从背后看出一些什么 好 好 一会儿见 好 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 大家下午好 欢迎继续回到新闻今日谈 我是子飞 欢迎大家 我是Sarah 对 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三段 我们来跟你聊聊这个双11 因为双11过去的话 昨天出来很多最新的数据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真的是每年都在不停的在刷新记录 真的是 每年都有我的功劳 是吧 你每年都会去剁个手 是吗 应该还是会的了 太棒了 在双11这一天刚刚过去的 阿里巴巴公布旗下电商平台的交易额达到了2684亿元 再次刷新了记录 在中美贸易战的这个背景下 往年双11表现比较亮眼的美国农产品呢 这次反而没能大规模的进入中国人的购物车 中国人加大力度买买买 那能不能帮助中国提振内需去完成经济动力转型 我们也要来聊一下 对 那这个因为 因为其实呢 今年和去年相比的话呢 去年大概是 今年可能是在 就是分别基本有三个数据 就是在多长时间达到了 就是破亿 然后呢 破百亿 破千亿啊 跟去年相比呢 都其实提高还 这个时间缩短的还蛮多的 而且呢 今年我们刚刚说到了 这个很多的 本来往年啊 美国的像什么 苹果啊 樱桃啊 这些就是可以说是天猫中的这种明星产品啊 大家都会很热捧 但是今年呢 美国呢 美国的樱桃变成了智利的樱桃啊 这个一定是跟贸易战有关 因为贸易战呢 提升了关税之后呢 这个价格自然就高了 在这种情况下 很多消费者就会去选择 这个物美可能相对来说价廉的 这个其他产地的这样的农产品了 据说呢 智利樱桃啊 比美国樱桃成熟也比较晚 那在双十一比较当季 不过其实美国出口中国的樱桃 在2017年的时候还很多呢 有1505吨 到2018年同期就狂跌到了337吨 那今年就只剩下187吨 缩水将近是九成 所以大家还是可以等一等买新西兰的樱桃嘛 对不对 我们的樱桃要到大概每年的1月份 是吧 1月份2月份那个时候 刚好我们不跟他们竞争啊 而且新西兰有一款樱桃 我没记错 就是白樱桃 反而比那个红樱桃更甜更好吃 那除了樱桃呢 在这个网年双十一很受欢迎的蛇果 就是那种苹果皮厚厚的这个 就看起来样子很漂亮 还有身材 还有腰的我记得 有腰的苹果 有腰的苹果 那这个美国蛇果本来在淘宝搜索的时候 也应该是销量很高 不过现在你再去看销量第一的是中国甘肃的苹果 那真正从美国进口的销量呢就很一般 在2015年双十一的时候 美国的蛇果还有24小时卖出100万颗 这样的很让人羡慕的业绩 在这个贸易战之前 其实不管是樱桃还是苹果 还有各种各样的美国水果 在淘宝和天猫都是明星级的存在 在2014年9月19日 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 当时邀请的八位敲钟人 那其中就有一位非中国籍人士 就是一个樱桃果农 是美国的 美国的樱桃果农 对 据说他当时一次预售就能卖掉108吨樱桃 相当于大中型超市一天的销量 要1000个大中型超市 才能卖出这个同样的108吨 所以真的是相当火爆的 所以说中国这个市场 就是像一个巨大的那个吞天巨兽一样 可以真的是可以消化 消化这种这样 这么大规模的这种产品 的确是 但是呢 现在当然就跟原来很不一样了 在美国的有一个这个樱桃种植者协会 就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 说除了对华出口减少带来的直接损失 中国市场收缩对其他所有市场也都造成了压力 那价格也会受到影响 苹果 美国苹果协会的数据显示 18到19年啊 苹果总出口量已经下降了27% 真的是挺夸张的 很惨烈啊 所以这个中国呢 其实但是根据今年和往年的一些数据的对比呢 其实我们看一看 这个孙十一的确战果是没得说 的确是非常亮眼 也引起了全球无数人的这个艳羡 就是说中国这个市场太可怕了 所以就是这钱总得花对吧 那就不花在美国 我们还可以花在其他地方 比如说就一些所谓的一带一路国家 对对对一带 所以呢有人给今年这个樱桃呢 起了个名字叫一带一路樱桃啊 樱桃都有一带一路四彩 那这样的一个 但是跟往年比起来 这个往年动不动就翻翻的这样的增幅呢 今年的增幅大概是25.7% 相对来说呢增幅放缓了 当然你如果说本身的这个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 这个基数的不断扩大 还像要求以像往年那样 每年都翻一翻 那也是不可能的 但是呢这样的一个放缓呢 会让人呢会让人有忧虑 因为呢就是说目前来说呢 因为像中国的产能的开始 产能开始转移呀 然后呢贸易战呢 全球经济放缓等等各种因素 那么中国对外出口 对外出口呢 已经不能再作为 它拉动经济增长的一个最大的动力了 反而呢要在内需上 是不是应该要提振一下啊 就刺激一下中国内需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手段 那扩大内需就成了当下政策的这样一个重点 但是呢中国面临现在呢 就是说我们都说现在中国强大了富裕了 但是中国呢有一个 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城乡二元化 就是占人口呢比例比较大的这个 就是广大的农村啊 就是像中西部一些地区呢 购买力和消费力呢还是有限 像之前我们说过 有一个纪录片叫美国工厂吗 它曾经做过一个对比 大概贫困 中国贫困线的标准是每个人每年达到4000人民币 就到了4000人民币 OK 如果不到的话呢 那你就属于贫困线 一人一年4000人民币 但是基本上可能在美国一些工厂呢 大概一周就能赚到这个钱 所以就是说这个差距还是有的啊 那么在这些地方呢 能如何能够提高当地的这样的一个生产力 提高当地的产值 然后提高人民的这种购买力 这也是一个很需要解决的问题 的确是的 中国的这种比较特殊的成像二元结构 那有没有可能让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 还没有被释放出来 那如果他们的消费需求真的释放出来了 是不是能够带动中国经济的进一步的增长 其实我觉得让我想到了一个软件 就是拼多多 拼多多哦 在前段时间公布的这个十大中国富豪排行榜 这个拼多多的创始人黄征还排到了第七位 其实也是身家200多亿美元 相当厉害了 那他为什么还是能够这样屹立不倒 其实就是他看中了这个中国农村的广大市场 虽然说拼多多可能被很多人诟病 比如说之前可能存在一些抄袭啊 或者山寨品牌的感觉 但是这个农村市场的消费能力 我觉得是慢慢在显现的 也很快就会发展到真的是不容小觑的 这样的一个程度 没错 我们看这个YouTube上的这个大帝他说 他们我们是真叶樱桃吗 我们可能刚才说到了南岛的那个白樱桃啊 真叶樱桃 你可以到时候一月份啊 明年一月份 基本上就是樱桃 樱桃 新西兰南岛樱桃比较火的时候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啊 另外他还有说 他说甘肃的唐心苹果相当高级 看来您对这个 您是不是没少剁手啊 买了不少高级水果 美食价 好 今天呢我们这个前一个小时的新闻呢 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啊 我们先休息一下